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作为台积电常年的最大客户 据台积电3月上旬披露年报显示 去年全年这个最大客户营收贡献首度跨越5000亿新台币大关 达5296亿新台币,年增30.6% 不过,去年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营收贡献占比23% 较2021年26%略降 至于第二大客户因占比未超过10% 未揭露营收占比,外界预期第二大客户应为超微AMD 苹果在2022年主要采购的应该是台积电的5奈米晶片 台积电表示,5奈米出货量占公司 第四季晶圆销售金额的32%,7奈米占22% 总体而言,包含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 占整季晶圆销售金额的54% 与此同时,苹果即将发表新一代Mac笔电和桌机的消息开始浮出水面 其中也包括一款新iMac 据媒体透露的消息,苹果的下一代iMac桌机已经进入后期开发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工程验证测试阶段EVT 该公司正在对这款电子装置进行生产测试 下一代iMac沿用目前的24英寸荧幕 目前测试的机型所采用的颜色也与现有iMac相同 包括蓝、银、粉、橙 当然新iMac的效能更强悍 采用新的M系列处理器代替M1处理器 此外还会有一些其他配置方面的调整 包括重新布局和重新设计内部配件 而配套的iMac支架采用的生产工业也将有所差异 新iMac的开发代号为J433和J434 虽然其开发过程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但至少还要再等三个月才能大规模量产 这就意味着最早也要等到下半年才能发货 不过由于这款一体机已经接近两年没有更新 所以对于翘首一盼的用户而言 仍是一个好消息 除了iMac 苹果据悉还计划在春末夏初推出三款新Mac 这三款机型可能是首款15英寸MacBook Air 开发代号为J515 首款采用苹果自研晶片的Mac Pro 开发代号为J180 还有升级版13英寸MacBook Air 开发代号为J513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变成了 这些新Mac将采用何种处理器 知情人士透露 Mac Pro将采用MR Ultra处理器 它将提供最多24个CPU核心 76个绘图核心 而且至少支援192G记忆体 从而充分发挥电子装置效能 此外 苹果开发新一代iMac的时间线与M3晶片相同 所以预计其中将有一款会率先搭载M3晶片 但MacBook Air的晶片配置不太明确 如果这些机器在几个月内发表 并采用M2晶片 那就会很快过时 搭载M2晶片的15英寸MacBook Air 可能仍会打动部分消费者 但新款13英寸M2晶片的MacBook Air 不太可能构成吸引力 所以苹果很有可能至少会推出一款 搭载M2晶片的13英寸机型 这确实说得通 M2一直被视作M3发表前的过渡产品 或者标志着苹果首次从5奈米技术 过渡到3奈米技术 此番转变将大幅提升效能和降低功耗 从时间角度来看 MacBook Air也很有可能搭载M3 苹果之前明确表示 他们希望效仿iPhone的A系列处理器的做法 即每年都对Mac处理器进行升级 苹果去年6月在全球开发者大会 推出了首款M2晶片 如果苹果仍要沿用去年的计划 就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推出M3晶片和新款MacBook Air 该公司之后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M3晶片的iMac 并在2024年推出基于M3 Pro和M3的Mac Pro 有知情人士还透露 苹果还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 推出采用M3晶片的新版iPad Pro 并配备OLED荧幕 在更远的未来 2025年还将有Mac升级 其中有可能包含首款采用 OLED触控荧幕的MacBook 并据台湾媒体3月上旬 原影供应链业者消息 苹果自研5G数据机晶片 研发代号为Ebiza 将采用台积电3nm制程 配套设品IC会采用台积电7nm制程 业界现阶段预期会导入 苹果2024年推出的iPhone16系列手机 由此推算 台积电最快今年下半年 就会开始为苹果进行市产 明年上半年逐步拉高投片量 值得注意的是 高通执行长近日出席 2023年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2023时表示 苹果可能在iPhone16系列 搭载自研5G数据机晶片 实际上高通早在2021年 已向投资人及市场说明 未来将面临苹果可能改用 自制5G数据机晶片的风险 彼时高通市井 2023年时 苹果iPhone iPad采用高通5G数据机晶片的比率 可能只剩下20% 但因为苹果在自制数据机晶片的开发进度不如预期 高通目前仍是苹果5G数据机晶片的独家供应商 业界预期台积电将全数打下3奈米晶圆代工订单 因而由此推算出 台积电最快今年下半年 就会开始为苹果进行试察 2024年上半年逐步拉高投片量的结论 明年第三季度后 进入吸一波成长循环 其他研调机构也推测 由于苹果今年不仅是台积电3奈米首发客户 采用台积电5奈米7奈米等制程用量也将增加 预计5奈米产能半数由苹果包下 外界看好今年台积电来自苹果营收贡献度持续增长 苹果和台积电在晶片代工方面合作多年 台积电先进制程工艺在投产后初期的产能 也基本全部留给苹果 此前有报道称 苹果公司在2020年的12月份就已下单 预计台积电3奈米制程工艺量产初期的全部产能 而台积电的这一制程工艺 在去年12月底才官宣开始商业化量产 苹果下单时 他们还没有进行风险市产 业绩人士指出 苹果产品线当前投片最大量在iPhone 同时iPhone采用高阶半导体制程比重提升 除了自行设计核心处理器效能不断提升 更以新增2023年自行设计的5G数据机晶片 促使高阶制程采用量稳步提升 美国ITC文件显示 苹果和高通在数据机晶片的合作至少会到2024年5月 横跨X55、X65及X70业界推估 按照产品发展趋势来看 苹果手机数据机晶片也将类似 Apple Silicon计划由自行设计产品接棒 为了实现无缝接轨 最快2023年苹果自行设计的5G数据机晶片就将开始试产 预计最快2024年逐步导入 由于苹果iPhone、iPad及Mac等硬体产品销量可观 对晶片也有强劲的需求 加之它们采用的都是价格高昂的先进制程工艺 因而它们的订单也就为台积电带来了相当可观的营收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